韓國在韓國舉辦的國際優雅運動節 它是一個國際性的比賽 港隊參加了自由式論壞 我個人拿到三年獎牌 其中有花式對抗和花式搖裝 都是獲得打軍 速度搖裝,每次都冠軍 我很開心 當中最有滿足感的就是花式對抗 它有稱為BATTLE 因為比賽中是沒有分離,沒有分組結 競爭很大,相當刺激 大家好,我是陳彥林 滾足溜冰的波障很大 因為我小時候是一個很亂向和很害羞的小朋友 身邊都沒有幾個朋友 即使和人結席,我會覺得很緊張 我有一天滾足溜冰之後,自信心強了 我的性格就活潑了,開朗了很多 我身邊都多了幾個朋友 最初還沒有跟他熟悉的時候 其實都不太說話 可能正常小朋友怕生母 但一跟他熟悉就已經不同了 我在2018年的下半年開始玩滾足溜冰 當年七歲左右 我哥哥小時候玩過滾足溜冰 因為他比較細膽,怕跌,沒有玩滾足溜冰 他轉了另一個項目,就是游泳和打籃球 我弟弟現在正在上花式班 他一會兒會跟我一起練習 我爸爸買了滾足溜冰鞋和我一起玩 但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和我玩 媽媽會經常帶我出去一起練習 所以我爸爸和媽媽都是我和弟弟的粉絲 有一天我和媽媽經過滾足溜冰場 看到一群小朋友在玩滾足溜冰 我很好奇在一雙鞋上有滾足 我問媽媽可否買一雙給我試試玩 媽媽很快答應了我 我買回來之後差不多每天都會去玩滾足溜冰 我玩了一個半月之後 我懂得前流、後流和煞停 我基本上已經掌握到我的初級班水平 但我當時不知道 我玩了兩個月左右 媽媽幫我報了香港滾足溜冰學校的初級班 我正式開始上課 我上初級班的時候 上了五課 教練就告訴我 你可以直接升到中班 我上了三課後 直接升到高班 高班上了兩課後 我就直接升到花式班 整個過程好像雜直升機一樣 我的注信心強了很多 還有我對滾足溜冰的熱愛越來越強 在前期的時候 就是跟他做一些最基礎的技巧 可能就是前流、後流 或者最基礎的花式動作的時候 他有一個都很致命的弱點下 就是左和右 是的 真的有時候跟他說定了 你要向左邊轉 但他總是會向右邊動的 就是這樣 是左的和右 就比較沒有那麼敏感 可能就是那時候小時候 現在就好很多了 因為練滾足溜冰的時間 要很長 我同時要兼顧我的功課 我就覺得很難 尤其是我的舊學校 因為我的舊學校 就比較傳統 就多功課一點 我就覺得很大壓力 我就整天都做不完功課 一直哭 後來媽媽就幫我轉去大同學校 的情況就改善了很多 我功課的壓力少了很多 而且老師上課的時候 會覺得很仔細 我很容易會明白 我在這裡讀書 是學習都很開心的 我在去大同學校 還發展了一種新的活動 就是街舞 街舞的音樂節奏 就覺得很快 可以給我發誓多的情緒 可以是一個減壓方式 我也代表了學校出去比賽 最好的成績是拿過牙軍 我還是學校的田徑隊 我的強項是跳遠 我在今年參加了葵青區小學校製田徑比賽 我還拿了女子甲組的冠軍 我很感謝學校給我 給我機會發展不同的才能 她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女生 很多時候的動作都是做一次給她看 她就已經可以把後面那些全部做完 做給你看 那就叫做話頭醒你 不需要對她特別多的解釋 做給她看她就是這樣 我在滾足流冰學校學了兩年之後 我在2020年去年推薦我去參加 自由式輪滑少年組的港隊 我當時很驚訝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這個項目是有港隊的 我報名之後 教練就幫我每天進行兩個小時的特訓 反覆練考核的項目 我很努力 我真的很想入到港隊 我記得最初第一次她下場比賽的時候 她還會害怕 去到現在我想 都變成好像吃飯一樣 又來嗎? 好吧 她的心理質素已經變得非常強大了 她開始了 我考核那天大約有三四十人左右 我記得我好像第五個出場 我腳曬不出去 考核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花式搖狀 我用淺輪走過七隻 我就很順利通過了 第二部分就是花式搖狀 我在六點八秒之內要完成過度 我可以做到我自己最佳的成績 五點七秒 我當時很興奮很高興 我教練比我更興奮 我完成了之後 教練馬上衝過來跟我說 行了 你進到港隊了 但我那時候半信半疑 因為不是說進到就進到 我等了兩個星期之後 就收到我的入隊信 當時真的很高興 很感謝教練給我充足的訓練 真的很感謝教練 希望你繼續努力 堅持下去 為講真剛